欢迎大家回到澳门颠台EP498集 我们今集来讲一篇听众的投稿和一篇网上的文章 听众的投稿是一位男士主投稿的主题就是 同女朋友练育女心经 你是哪位动漫角色 是哪位金融小说的角色 大俠 上次讲完神雕俠 现在有肉类心经 上次杨大俠来了 这次不知道是谁呢 是不是张无忌还是谁 下集葦小宝 然后乔峰都来 稍后来看看他怎样练法 看看是不是真的好似 之前看过有张图就说 不知为何张无忌将那些内历 还是怎样过给师傅 还是其他男人一定穿着衣服来过 过给那些女角色一定要脱衣服 不知为何 是的 大家有那张图都可以贴出来 还有另一篇是网上的文章 叫七年之阳 其实跟这一篇事主里讲的内容有点类似 一会一次过来说 在听之前先来邀请大家给个赞 支持一下给动力 我们Youtube听的可以订阅我们 按下个钟帧 请大家订阅通知你 在谱伯格和Spotify听 让个五星开放 我们B站听的记得一件三连 还有关注我们 谢谢 看到左下方有个IG平台和微博平台 就是给大家投稿感情烦恼和其趣的故事 上面可以看到投稿文章 下方说明栏就看到相关的连结 还有什么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都会看的 多谢Youtube跟我们超级感谢 还有B站跟我们充电的朋友 已经是219人跟我们充电了 K老师和阿荣都开了小红书 大家记得快点去关注他们 谢谢 还有也宣传一下 如果有需要这个私人 也有感情咨询 去我小红书首页就看到相关的详情 谢谢 好了 今天第一篇就交给阿力来读出 这个听众的投稿 第一篇男士主投稿 连玉女心经 他说各位主持好 首先多谢你们提供的平台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些 平时很难和身边朋友分享的故事 都触电台 长做长有 今次要分享就是我和女朋友的故事 我和女朋友拍拖 已经一段很长的时间 女朋友对性的方面就比较放开 放开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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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一样的意思 放开和开放 放开 不是 放开可能是另一个意思 放开所有我不做了 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比较开放 大家不要做了 很逸致 反台 是 练功 很逸致 应该是开放 偶尔 聊一些性的话题 和男朋友 有些女朋友是不行的 有些是不说的 可以聊的 我们晚上回去才聊 有些说都不说的 以前我曾经拍过一个 我记得没有说过 誇張到平时不说就算了 平时说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懂这些东西 其他女生眼中应该是绿茶表的那种类型 然后假装 那他真的不能说 他一说就会骯髒 不听 但是他刚才会做 但是试过一次 好像是射了 然后就 我忘了射在 射在他体内 然后你把他逼回出来 不是 我还没说到练功 说到他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是射在手 还是口 还是面 然后我说了一句很深刻 他说是什么 我还不错 幸好我射了 否则我立即冷却了 还是我不知道 我是因为射了所以冷却 那我什么 贤者模式 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听到那句 就觉得 有没有那么夸张 你是否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你会上读朋友教的 老师有说的 不是 电奶就是 你 你想怎样 你这么大的人 又不是储女 你跟我说你不知道是什么 你真的假装得太夸张 有时是假装得做作过头 过火 有时 说真的 那些女生就觉得 其他女生做作很惹人争 但男生有时觉得做作还可以的 起码你肯为我做作 就是证明你对我都是 想我看到你豪会的一面 但有时真的太过分 我都定不住 那些太过夸张 我不知道你当你自己弱智 还是当我弱智 你真的夸张得太 当然是我不瘦 可能有些男人都瘦的 哎呀 这条女生很什么 很清纯 很清纯 比我弄漏水 对了 多不知这些是什么 可能有些人喜欢 喜欢你留言 继续看看 然后怎么样 同时我们有做的时候 有放一些动作片 来配合气氛 所以我跟女朋友有时会要求 就是她是女朋友 会要求模仿一下动作 当时玩得很花 久而久之 女朋友好像不满足普通动作 开始玩角色扮演 为了满足女朋友的胜趣 我试过扮死臭 扮什么 扮扮死臭 很想笑 对不起 死臭 死臭就是被人去传扮那些 死人犯 但是是死了的 还是未死的 即将行业 我想知道 对了 应该是未死的 死了就不是死臭 而是死屍 对了 死了就是死屍 对了 应该是未死的那种 但是有什么特别 死臭 就是她是女育长 是一发的那种 哦 是啊 就是说 给我想 那个女朋友 就扮演那个电浴章 你都出不去的了 你很久 你一世都碰不到女人的了 要不要碰到我啊 那种感觉 对了 侮辱她是吧 对了 你这么快死了 我就不会 以后不会玩你了 以后没有女人玩的了 对了 似我这种 对了 那么继续吧 穿着 身后有个囚子的衣服 去满足她的瘦路 还要穿到 我刚才 你说的那种森林 我想是那些外国那些 又或者是现代那些 一环环的那些 都未去到那种 现在的囚犯不是穿那些衣服 那些囚犯穿那些普通纯色 比如深蓝 或者好像外国的橙色 啡色 好像周润发那些 经常在监狱风云那些 监狱风云那些是深啡色的那些 那些衣服 再夸张一点就是 就是监狱黑白那些 监狱学员那些 但是你穿那些中国古代的囚犯 囚犯 老人好笑 你不会笑 做的时候 只好要买这些 你女朋友是 是不是做那个什么 盔子手 拿着把刀 对 拿着把刀 然后噴一些酒在把刀堡 是啊 是啊 然后你跪在那 就像扣着手 扣着铁链 那应该是 我真是死了 你能不能让我生前泥一发 做一只风流鬼 然后女朋友说 死到临头还扯棋 这个色鬼想做 我不会让你卸住 我要玩弄你 救命 不好意思 我们说了这么远 笑了你这么久 好笑 继续吧 扮完死囚了 又试过扮这个清朝僵尸 戴着这个僵尸 一边做一边 轻咬他一条颈 扮出血 清朝僵尸 他终于不是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的现代僵尸 他是西洋僵尸 就是帮型的 清朝僵尸 我以为你扮西洋僵尸 你说那只很久之前 陈冠希和Tunes那一套千基变 那些挺帮型的 有红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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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黑色皮衣 挺有型的 这样做爱就 立即有代入感 他扮清朝 我发现他女朋友 是不是特别喜欢那些 中国古代文化 喜欢这些 古装那些 应该是 会不会叫你扮一些 阴幻传 或是公主格格 他扮非笨 扮格格 然后你扮格格身边的奴才 太监 你已经没了下面 你就帮本公乃 会不会是这样 他扮一下 他扮一下 为什么你下面有 就像周星驰的卫兽 其实我没有正身进来 人来救命 他扮得很入气 他扮完僵尸 又咬他吸血 当然扮动物是少不了的 动物 他一口气说了很多动物 狮子 老虎 猫猫猩猩 甚至年龟 我也扮过 那你扮龟的时候 你就有两个龟头 那不用扮了 你只小弟扮就行了 大龟下面有只小龟 格格你今天想要大龟还是小龟 买乌龟干什么 那你又有买龟贺 你有没有看过七龙珠 龟仙人 应该是 我进化了是龟仙人 潘湿龟仙人 你动物那些都扮过 虽然扮鬼扮马 令我觉得有点屈辱 但女朋友回馈回去 激情放荡 磨灭了的屈辱 他扮完之后特别乐力 摇得乐力 喊得特别大声 应该会的 始终他喜欢 他的性癖在这里 他真的喜欢 乐力点是很正常的 他说角色扮演 令女朋友觉得我可以 近进一步 开始深入地去发掘我一切的可能性 于是开始对我这个肉体 进行磨练 有次看动作片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灰梧的黑人 用火车变档 就是他叫你扮黑人 扮黑人 扮黑人 扮黑人容易一点 扮黑而已 还是曬黑 扮黑要捉 曬黑好像简单 中午出去晒两个钟 什么都黑 但是我怕是中暑 他中午晒两个钟 只会变成红色 因为是晒伤 然后去到医院 女朋友说你反正都是医院 不如扮上医生和护士 我觉得他女朋友 应该会喜欢病人多一点 对啊 对啊 我说你刚刚也是病人 不如扮上病人 我扮护士 然后他就心想 如果我还晒到中暑 你放过我 了结我心情 继续 看到灰梧黑人 用这个火车变档 提出他要尝试 我就好像娇小玲珑 怎样破得起他呢 我跟他就说 那些是拍戏假的 那条女儿是吊威亚的 哈哈哈哈 你真是很乱假 威亚都说出了 拍个AV要吊威亚 我认识下面是铺一张箭 看成龙的 以前的电影会铺一张箭 威亚都说出了 如果他身体脱衣 怎样吊威亚夹在哪 夹在链头上 哈哈哈哈 很疼啊 哈哈哈哈 你一直看 AV一直看见 链头为什么不断向上 对啊 越扯越长 还是威亚的 后期那些什么 捉走他 捉走这些东西 唉 唉 继续吧 那男演员 装作 抱起他 既辛苦又享受 女朋友的主动 以及配合 令我的兄弟很享受 同时我双手 抱得很酸痛 之后我尝试过 将女朋友抱起 倒转六九 哇 很高难度啊 即是抱着它凌空 哇 即是高难度啊 高难度 对啊 小心一点 我想起都 你又说 石手酸痛 接着六九 即是它含着你 那你又要帮它买奶 那你又高 即是高运动 你又要吸氧气 但是你又 帮着头在那里 即是 随时都会缺氧的 真的小心一点 我怕你滑倒 是啊 滑倒 是的 多水嘛 那期 那期是那么多水 你一滑很大件的 那你又含着了 那立刻屈欺骗就死了 它跌一跌 不小心 牙关一咬 咬住你 到时真的可以演太狡猾的角色 是的 还有 练一下手臂 跌一跌 与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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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不过 便会大至少酸痛 都是要练一下才能做这些事情 是呀 那继续 倒转六九 我兄弟在享受皇帝般的服务 同时我伤手和腰骨很辛苦 尝试过这些招式之后 女朋友好像上了瘾 肉體被他玩弄得很長 不是自己的 試過靠牆倒立 然後他過來幫我口 這次是到你倒立 市主倒立 男生倒立 又是六九 女兒抱不起你 唯有自己倒立 男的倒立之後 J就是媽媽和女兒 就這樣走過去 就可以在他面前 是的 你的手也是酸的 我覺得你倒立 為何要那麼辛苦 很累 這個不是角色扮演 這些是招式 很誇張的 人家真的拍AV才會用招式 繼續 試過兄弟站立起來 然後做拱橋 他又幫我服務 拱橋 有什麼意義 我想問 有什麼意義 他真的想折磨你的肉體 是的 我覺得他不是想服務你的肉體 他是想折磨你的肉體 他就覺得只要折磨你 你一定不肯的 他就順便服務你 你一口沙 一口沙 坐一口屎 你好似有些兒子 我感覺 因為我也想不明白 當然那個女朋友可能真的想折磨他 應該只有這個理由 要不然拱橋是不會令到 譬如有什麼體位變化還是怎樣 拱橋又不是一個特別 特別 勾氣性慾的姿勢 很遲 我曾經問他 可不可以正正常常 普吵通通的做一次 為了遷就我 他只可以勉勉強強的配合我 雖然 都沒有去到死語那麼嚴重 但是 活有了之後 沒有了之前的主動和激情 之前的高難度動作 反而有些勵行公事的感覺 令我有些不盡興 甚至懷念以前那種激情延宵的日子 我覺得自己有點賤格 難得可以正正常常的工作 但是我竟然懷念之前 資本家壓榨的日子 你形容得很好 犯賤 人仔犯賤 被人壓榨你的 一上班就 我今天辭職不能做 辭完職之後 心想 糟糕了 在家裏足夠 沒事做又花錢 都是上班好的 那種feel 那怎麼辦呢 從此他又過著痛 並快樂的日子 女朋友最近對防忠術開始深感興趣 什麼江戶四十八首 元女九色 凍原子三十色 等等等等 什麼來的 沒聽過 我沒有聽過 我看以前的港產片 清朝的三級片 都好像聽過一下 江戶四十八首 好像也聽過 但忘記了是什麼 其實是否等於什麼體位 那些來的 可能是 火車便當的可能是其中一招 就是換一換個名字 可能是 即是它是個中式名字 他真的很喜歡中國古代文化 不得了 什麼防忠數字 什麼同時修行 會令到什麼陰陽協調 雖然是說 即是拼東西 即是好聽一點 或者說 兩個人怎樣練練練練 就可以得到新鮮 其實都是那些東西 應該是吧 不知道有沒有聽 還是研究開的 告訴我們聽 即是練開 你練開就講一下 是啊 那再這樣練這些招式下去 我怕有朝一日 我會被這個老汗推車 我又不想造車的 老汗推車 即是被人推到那個 即是被人吵那個 可能是 即是他女朋友拿一顆 拿一顆假狗出來 可能假狗 我又想試這個 你讓我吵一下 我想起都 後面有一間 是吧 你快點看看 防忠術裡面有沒有這些招 你如果有的話 你現在馬上撕掉那一頁 是啊 你沒有讓他知道 是吧 他好像 這次呢 我試著 就很想 好像正常 情侶一樣 可以用這個正常體位 大家互有功手 你來我往 最後一方敗陣 或者平手 結束切磋 但又想 女朋友主動配合 好像 玩我的時候 充滿激情 和放蕩 這樣想法 是不是充滿了矛盾 我應該怎樣做 他就說完了 問我們 唉 怎算好呢 我覺得 你說矛盾 又未至於矛盾 正常的 好像上班 誰想上班辛苦 簡簡單單 你也是出份量的 那為什麼我這麼辛苦 才能出份量呢 跟你做我一樣 我想選一間單 爽圓 那就算了 不用搞那麼多 看你勞動活 你說怎樣做 唉 練好身子 還要練好身子 也想不到 你武林大俠 每個都是大大隻 有誰是瘦猛猛的 你練好身子 他要你配合 那你說 今天練到二頭肌 背肌 都很厲害 單手可以舉起一部電單車 是的 你自己的女朋友 威蘭 你自己女朋友 好像威蘭那樣 好像一部電單車 很壞 我不是說你女朋友 我突然想去 單手舉起一些很重的東西 舉起一張台 就知道你練得很大隻 那他叫你做什麼呢 你也是配合到的 但是一個不好的問題就是 他就見你這麼大隻 他就慢慢開始 往上升級你的技能 有可能 不斷不斷 是的 你不斷練 不斷練 永遠沒有自敬一日 永遠都是江湖入面 可能到時就不只是拱橋 你也是拱橋的 但是你只准用兩隻手指弓 和兩隻腳指弓拱橋 是 我看這篇文章是 即是說會很矛盾 很犯賤 我覺得又不是犯賤 有一個可能性是你女朋友 故意將你做成 普通做愛 我就很懲罰做 那你就自自然而 你就想她激情一點 你就想繼續做那些很辛苦的事情 她喜歡 也有一個可能性是你女朋友不是故意的 她真的對普通做愛沒有興趣 所以她對其他古靈精怪的 她很有興趣 所以特別興奮 兩個的可能性都有 但是你不需要考慮是哪個可能性 因為她不會改變 但我又想問一件事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你女朋友是因什麼事 這麼喜歡一些古靈精怪 還有因什麼性癖 對她對中國古代文化極有感興趣 還有興趣的部分 就是全部關於性的 只是她平時本身都很喜歡中國古代文化 這個你要研究一下 還有她到底是否有虐待傾向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她純粹喜歡這麼高的技巧 那為什麼你不叫她做一下 她拱橋也可以吧 她一路拱橋 一路幫你含 這樣也行 那你就很舒服 你沒事 一樣很高難度 會不會是她做一些高難度動作 她又肯不肯呢 如果她不肯的時候 會不會其實她的目的 是不自在於做高難度動作 其實是想虐待你 她虐待到你 就是看你這麼辛苦 然後她就很爽了 然後特別有感覺 很棒啊 我正在虐待這個男人 然後她其實喜歡這件事 那 我突然間有想法 就是她虐待你 就是你做到很累 消耗體力 其實她是不是想著 等你沒那麼累 就出不了去找其他女人做呢 也有這個可能 就是你很精神的 就是充滿體力 那你就出去找其他女人 不是你每次做完都很累啊 這樣 不做不行啊 那我就找不到外面的女人 可能是這樣 就是我這樣想而已 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現在這位事主 你說有什麼建議應該怎麼做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普遍的問題 就是你性方面不合 那你其實說到底 你是很享受 什麼痛病快樂著 你問清楚自己 你這件事你可不可以做一輩子 就是 不要說做一輩子 做到你 六七十歲 你做不到愛之前 每一次做愛 你都要做這些事情 你定得一順 那如果你定得一順的話 OK啊 其實痛苦些 但是也很開心的 那你就繼續 那如果不行的話 不是啊 我真的想找一個 可以普通做愛的女朋友 那你就認真考慮這件事 就是是不是再要跟她在一起 因為回到最後說 如果今天不是那麼誇張 你女朋友只是 你女朋友就是一個死魚 做到我都沒有感覺的 沒有反應的 那你也會不會因為這件事 而跟她分開 這個也是你自己想的 這件事 你說要改變她 我覺得改變她 改變她就比較難了 首先一來就是 你都遷就了她這麼多次 你突然說我不遷就你 你覺得有可能嗎 你已經養大了她的胃口 我覺得是這樣 再加上 就算你真的跟她談了 說不做這些事情了 你也很難免會想一件事 就是她這麼喜歡我做這件事 因為現在我不跟她做這件事 她會不會找其他人做這件事 你便開始擔心了 是吧 我覺得也有可能 你不做就算吧 找另一個人做 大把人想做死囚 大把人想做龜頭 強屍 強屍 拱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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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姿勢就看起來 都被蝕住 所以 你又不敢 也不敢 你可能 你嘗試找一下她 到底喜歡些 是甚麼原因 喜歡 如果她真的 只是想 她是 到底想 是 那種叫做 侮辱你 還是要租質你 是有些少許不同的 因為侮辱可以不是肉體上的侮辱 可以是精神上的 那你便沒有那麼累 肉體 可以是精神上的侮辱 如果她是租質你的 會不會有些人不敢 體力的租質 會不會有些人 譬如她 好像當SM那樣 打你一巴掌 你是有點痛 但你不累 沒有那麼累 就是這樣 會不會有些可能性 是你也接受到的 那種性 即她的性癖 原來有另一種方法 呈現 你也是接受到的 那可能你跟她聊一下 為何你這麼喜歡 這一種 不要只是答案 就說 我真的喜歡這種 不行 一定要談到 是一個原因出來 是因為甚麼 她這麼喜歡這種東西 因為小時候看過這些 還是怎樣 對 她 我想不到 我想不到甚麼原因 我第一次聽別人這麼喜歡這些 對 她應該是看過這些東西 她才覺得 嗯 才喜歡這些東西 對 還是她喜歡演戲 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先找一個原因出來 然後找了原因 找了她性癖好的點 其實是甚麼 根源 然後你再想這個根源 其實有沒有其他做法 那可能是一個方向 如果想完之後 就說沒有其他做法 那就看你受不受到 這件事情 就交給你自己決定 是嗎 應該就是這樣 看看各位聽眾聽完 你有沒有試過 或者你自己本身本人 是不是練功 或者是你有沒有 伴侶是有角色扮演 或者有些很奇怪的東西 或者你們性癖好不合 那怎樣解決 有沒有些例子舉一例 即是可以通過甚麼溝通 還是怎樣 甚麼方法可以幫到這個事主 都可以多多留言一下 那麼就… 今篇就講到這裡 那麼我們就講下一篇 那麼下一篇 那麼下一篇是一篇網上的文章 就叫做七年之養 是一位女事主投稿的 那麼她就說 一直以來 我都以為我們是處於熱戀之中的 拍拖就快14年了 結婚就7年 嘩 很久了 認識了這個人 拍拖14年 結婚7年 應該是加起來的 是嗎 是 應該是 沒有理由結婚還繼續計拍拖 對不對 她打得很文例 手牽著 吻接著 大哥呢 剛剛創業 還有 亂嬰 甚麼叫亂嬰 亂嬰又痛 是剛生小朋友的時候 亂嬰 好像是喔 就是BB 又痛又爽的時期 然後呢 現在呢 送完孩子們去學校 就是開始我們一日約會的時間 到處逛逛 開房間 依惠是彼此的懷侶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但是呢 總是有一些 旁言耳語 老前輩的經驗 尤其是開工之後 接客的人 年紀更加廣 有些聲譜 應該是那些人說的話 是吧 例如說 沒有見過世面的年輕人 然後 只是 吊過一個女人 太可憐了吧 你老婆看起來很乖 然後呢 小情小愛 無用 新鮮感勝於一切 小心那些年輕女 記得呢 增一隻眼 閉一隻眼 一隻眼開一隻眼閉 那種意思 但是很想呢 大聲地說回他們 我們根本不會背叛彼此 然後呢 我老公呢 由我A 到我H 根本不需要什麼新鮮感 好嗎 A到H 然後呢 我那時候看 那把眼睛都很疑惑 現在阿力都很疑惑 是吧 A到H 就是由細胸到大 因為呢 我本身想想想 普通的情侶呢 這個是難一點的 你最多都是什麼B D到C 是吧 是你認識的那段期間長大了 但是我想回 他剛才說拍拖14年 再加上結婚7年 整整有21年 那的確是有可能A到H的 經歷了整個發育時期 有的 也有的 可能他小時候 就是 初常按摸一下 一摸一平 摸多幾年 又大些 摸多幾年 大些 那我再摸下去 就可以越摸越大 是的 那我呂雪姊繼續說 就說 為了這方面 這些事情 我都是由以前開始 下了很多功夫的 那 都是 唉 算了 靜靜的微笑 言語上的爭執 是很無意義的 就是那些人的說法 我們交往的時候的7年 就是這個結婚 什麼 7年這一關 就是結婚這個大事件 喊歌 他的文化 很懶惰 不知道什麼 總之他的意思就是 喊過了大關 那現在呢 就是拍拖時候是7年 那現在結婚7年 怎麼辦呢 他就說文章看了很多 故事看了很多 長輩經驗都那麼多 不安感也是會霧出來的 想他開心也是一個理由 性這件事對於我們來說 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我決定開啟一個計劃 就叫做 實習生計劃 那就是什麼呢 他就說 實際工作對外人 是不可能做這些事情的 如果真的遇到 職權騷擾 一定要報警 他就這樣說 就說 因為呢 基本上我們是小公司 我本人就是老闆娘 兼老闆秘書 兼總務 所以呢 角色扮演這種玩法 就玩過很多次了 髮型 妝感 服裝 地點 當然就變化多端 但是演技這件事 其實我很難加入 因為呢 我很愛他 所以呢 無論怎樣玩也好 我們都是愛人來的 都是一個戀人的感覺 就算玩SM 都是心愛著主人的這個樣子 所以呢 這一次呢 由一個新的角色 實習生出現 塑造他的背景 還有個性 他很豁好 但是沒有名字的這個人 令到我自己入戲 然後呢 就看到老公 不一樣的模樣 然後 應該就有 那你玩角色扮演 當然是做的 他找個角色 他就扮那個角色 對 他就扮實習生 對 他有設定了他的背景 個性 那樣的 應該有做到 可能是 然後呢 最關鍵的時候呢 他老公拔我出來 因為呢 他老公也入了氣 他老公就說 因為呢 他內心 都是不可以 射老婆以外的人 這個想法 所以他就拔了出來 哦 竟然是這樣 老公就說 他就是因為有潔癖 所以呢 如果不是我呢 他都不會這樣做的 就是說 如果不是因為他 去扮這些角色 所以他都不會去做這些事情 就是因為他所以才會試這件事 就是跟其他老婆以外的角色做愛 那樣的意思 他老公是說 他說 我知道這些呢 但是呢 我還是有一些不安的情緒 上他開心的念頭 當然啦 也是因為我自己很喜歡角色扮演的遊戲 後面呢 我們就演到這個實習生 愛上了老闆 結果老闆就說 我們只是玩玩而已 結果這個實習生就生氣得走了 就結束了這個計劃 即是玩完了 即是演這個角色扮演的橋段演完了 只是呢 我還是有一種呢 好像給自己NTR的感覺 自己錄了自己的感覺 大概就是這樣 我自己演自己的小三 很奇怪 真的沒有挑戰人性 是的 沒有精神分裂 他就演到 最後呢 都是在紀念日 回到大學 就手牽手地走一走一走 校園 再一次回去 第一次去住的旅館 重溫我們的戀愛故事 期待著我們攜手共渡的每一天 紀念日快樂 就是這樣 先講一講 首先有個疑問 有個人都問了 就說想知道怎樣由A到H 原報告就很自然地說 沒有說到 因為小時候拍拖 他就說是怎樣去到H 他就說他的文章 即之前報告的文章也有提到 按摩豆漿那些 他就這樣說 我不知道是拿豆漿來按摩 還是按摩加喝豆漿 還是按摩完豆漿再喝它 我不是很知道是怎樣 就說現在 不過有聽過喝豆類製品會比較大 有聽過這件事 他就說現在有BB 餵完奶、退完奶 現在目前穩定的大小 現在看回頭 我覺得胸大小 可能和基因營養是關鍵 能夠生到多少 可以觀察一下家人 沒有家人的胸都很大 但過去就因為沒有什麼吃東西 不夠蛋白質 所以就很瘦 只有A和B 你又說你家人很大 只有A和B 即是怎樣 即是他以前 他家人很大 家人大 他說他以前沒有什麼營養 只有A和B 然後就認識了他老公 即是那時候男朋友 就說開始有性行為 他幫他按摩 自己會做角胸運動 買尾胸內衣 飲豆漿 吃芝士等等 然後網路上會補胸的食物 就刪到C 然後因為壓力大 就吃肥了 所以去到D和E 然後去到第一胎 去到G 然後退回到F 後來又有了 又有漿 去到H 現在固定是F和G 就是這樣 沒有 這就是講一下他胸的進化史 關於他這個角色扮演 A的你怎麼看呢 他們玩得好像很認真 全部入戲 有劇本 人物設定 我覺得 可以玩到這樣 也挺難 剛剛一般角色扮演 好像外形 就像剛才那個死囚 僵屍 那些 不會說死囚是犯了什麼事 最主要是說他死囚 就是 拍戲有些人物少傳 人物那些鐵定 做過之前 你寫下死囚是因犯了什麼事 今年多少歲 有什麼願望 寫下來 是的 那他的實習生 應該是有那些 幾年畢業 做過什麼 有髮型 服裝 我覺得可以 都挺特別 就試試這樣玩 就是 你說 老公 不喜歡 什麼 老婆以外的人 射進去的感覺 那我覺得 不如你這樣 安排角色給老公 就是你一刻 你扮演這個角色 不是我老公 是另一個人 是一個 是一個 來這個公司 買東西的客人 見到老闆 老闆娘都不在 剛好看上這個實習生 然後騷擾一下他 然後上下其手 這樣 行不行 這樣試一下 這樣也挺有趣 變成我老公 他入了另一個角色 沒有本來半 或者可以玩另一個東西 就是 那個女士主 都是女士主 都是老闆娘 然後她老公 扮演實習生 她老公 都是入她老婆 那個角色 沒有問題 變成那些什麼老闆娘 勾引小鮮肉 這樣的橋段 想不想加工資 你做事這麼辛苦 一定有很多壓力要發射 你想加多少 就看你今晚響多少 響一下加一元 這麼少 我最多賺三百元 三百下 我又沒有計過三百下 算不算多 我最多賺一餐飯錢五十元 然後她說 小弟弟 你真的不懂計算 那你不是只刮一晚 你努力一點 刮一個星期 你就會加很多 是的 我今晚很努力 不過有個可能性 她老公 可能 她老公是不是真的喜歡 角色扮演 我不太看得出 有可能她未必 這麼積極去做這件事 可能她老婆 就是為了她老公 有新鮮感 所以去玩這件事 或者她自己很喜歡 她有說過 她自己很喜歡 所以我覺得 如果兩個都肯 真的玩得很誇張 不只是性方面 有些裝束 是真的入戲那種 甚至有些人 我聽過有些人 很誇張的有劇本 真的會 他們閒了時間 就在量度劇本 我們下個星期怎麼玩 即是我們寫的劇本 交換大家看看 即是你覺得這個 如何修改 即是第幾版 即是寫完 然後角色怎樣 然後有劇情怎樣 我們就按著流程走 到時就一踢過 好像舞台劇一樣 一踢過的 無法NG 明天起床 回工之後就開始 然後就開始玩這件事 其實如果兩個人都肯玩 是有趣的 因為很多時候會遇到 其中一個很喜歡玩這些 或者想往往玩這些 但是另一個 可能另一半就是很現實 即是我的朋友都很現實 即是 有時你叫他做一件事 那些人就會說 有什麼用 有什麼意義 可能是一些這麼現實的人 可能就沒有辦法接受這些 說 那做就做吧 搞這些東西 但是你要兩個都剛好享受 那是難得的 但如果有的話 都不妨試一試 都是我們之前說的 婚姻這麼久 就像這個事實 對了二十幾年 同一個人 21年 那找刺激 即是可能我們之前說的 那些什麼 換場景 睡房做完 做廚房 做廁所 在騎樓做 什麼 或者換出去的酒店 那些全部他都做過了 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其他刺激 那可能就 這個是一個方法 因為就是 因為之前 剛才我找文章 也看到一篇 我簡單說 就是那個老公 想要求3P 就跟那個老婆說 那老婆後來答應了 當然 可能一開始很開心 後來 他老婆是因為這件事 即是他講了3P 他老公要求肯定是兩個女兒 兩個女兒和一個男女 3P 然後 後來老婆 就是通過這個3P之中 發現了他自己有那種 綠牢的癖好 即是喜歡看到自己老公 和其他女人做的 那種興奮的感覺 他又有這種癖好發掘了 然後他就喜歡這種感覺 然後到回頭 跟他老公一個人做的時候 即是一對一的時候 他反而沒那麼提得起勁 然後他老公再後期 可能有意識到這件事 然後就發現 然後就跟他老婆說 你是不是不愛我 對我沒有佔有欲 反而他們就困了 即是你試新的事實太誇張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即是真的 這件事不錯 但後來 到男的又發現 其實這件事 好像有點過火 所以其實那個事 性癖好 其實很難 很難 兩個人真的完全很同步 所以好像這個事主 有可能那個老公 都是那個意思 就是因為是你 我才配合去做這件事 其實可能那個老公 不是真的射不到 可能他不想再玩 就好像上一個事主 死囚 然後可能他就拔出來 當然死囚的那個拔出來 只能夠說 我不想再扮死囚 但他老公用了一個高情商的說法 即是說 我不想射你以外的人 的高情商 即是高情商 可能上一個事主 可能可以試一下 高情商 他應該嘗試 但他體力不行 又要做在高難度動作 一時間想不到 應該太累了 對 你想好先 或者想一下什麼高情商的說法 可以令到女朋友 可以轉一下一些做法 所以有些 阿尼又怎樣看呢 看一下留言 我先看 我覺得 不是女事主 可能他有一些 可能他會介意別人說些什麼 就覺得 就是他放在心裡 就覺得 人家說我們怎樣怎樣 對了幾十年沒有了興趣 好吧 唯有我去搞些新事 我覺得他有一些 正在着別人說些東西 雖然就是說 對了幾十年是有點悶的 但是 別人說 這些東西不用放在心裡 那你老公 都不介意 那你就不用這麼執著 別人說些東西 去搞到自己 要角色扮演 什麼 什麼 這樣 試一下放寬心 可能 其實如果你不理 那些流言蜚語 其實 怎麼正常都OK 那就正常了 然後 剛剛 剛剛 K老師說的那個 綠爐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他 有些我們之前說的那些 吃了一些大麻 這樣 就是 你試過一些很傻的東西 突然間叫你 回歸平淡 是 回不了頭 是 回不了頭 可能他也是這樣 試過綠爐 然後覺得以前的東西不行 還有 回歸回這個 可能 如果你眼迫你老公去角色扮演 可能他之後 又可能回不了頭 這些很難取捨 你這樣說我就想起 慢慢來 我就想起那個意見 可以這樣給 就是 說回綠爐那件事 就是 做男人的角色 可能你真的要想清楚 你這樣試完 就是 有可能那個女人 比你的時候 你能否接受得到 你是不是 只是想 我想試一次 男人也想試一次3P 你是這樣的態度 但是你要有這樣的覺悟 例如看電影 你有這樣的覺悟 是有機會 將這件事發展成這樣 有這樣的可能性 就等於 好像你說的 這些事情 可能試了 回不了頭 你想老婆試一次黑人 你回不了頭 什麼 once go back never go back 有可能是 這些要慎重考慮 好像今集說的兩個事件 都有可能 事主 當然現在肯定不可能 但是有可能 事主玩得瘋過他 然後你說 不行 你角色扮演得太瘋了 然後我反而接受不到 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 好像開頭第一篇那個女事主 是的 不斷操他的體能 是的 或者你玩得瘋過他 他叫你扮死囚 那你就叫他扮那些什麼 叫他扮把刀 哈哈 即是扮一些死物 那天他就想 我怎麼扮呢 扮人好還好 扮動物 是不是又扮把刀 他說不行 你這樣站著不行 我要你真的有 去文具店買一些指板 把你自己貼板 哈哈哈哈 不行 但是我做死囚 我覺得我是要扮把刀 因為死囚 要死就被把刀砍 那我最討厭把刀 我想扮死他 我要扮回把刀 這樣 嘗試玩得瘋過他 看看他怎麼說 當然沒有說過吵架 可能你嘗試探識問一下他 你看看你提出一些事情 給他做的時候 他肯不肯 可能是這樣 或者各位聽員 你們有沒有試過 有些什麼 另類的方法 是 比起一般性愛 是有些不同的 你有沒有試過一些 這樣的東西 用來加強情趣 可能有些 我們想不到的 有些小竅門 或者小方法 或者大方法都可以 你可以留言一下 我們參考一下 看看 可能有些方法 都適合某些人看到 可以用來用一下 多多分享留言 好嗎 今天這一篇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